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31集 初会生乱 瞎 二言公的人被一声虎啸惊得纷纷摔下马 这就是众人看到的花一尘笑得直斗 其余江湖人也等着看二言公的人 怎么把颜面找回来 小四子这会儿回过神来了 就抓了抓小五的耳朵 小五立刻变成乖猫回头蹭小四子 小四子按着小五的头 仗着胆子跟二言公的人说话 他不咬人的 很乖的 楼上长孙瑶扒着窗户直蹭 好可爱 其实颜行明也觉得小四子挺可爱的 还有些呆 不过小五不走那些马不敢过去 场面就僵持住了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花一尘又开口了 小宝贝 你带着老虎先让一让吧 你们等着落 二言公的人不敢过去啊 众人又一阵哄笑 小四子觉得倒是还挺有道理的 小五可能吓着人了 他可不知道什么江湖人丢脸不丢脸 就乖乖跟对面的人道歉 然后拍拍小五 小五我们去下边 小五见小四子让他让 那就让呗 反正他也不是诚心要挡路 这桥就这么点宽嘛 于是小五拖着小四子准备让道 二言公的人则是皱眉 这明天传出去 铁定变成他们二言公被个小孩 和一只老虎吓得不敢过桥 这不是叫人笑话吗 谁丢得起这人 这时 严刑明身后 穿着一身黑 长相有些寡淡的严天俊 上前一步 他抬手抽出匕首 对着小五的脑门就扔了过去 恶虎挡路 众人都挑眉 严天俊心狠手辣 且脾气急躁的名头在外 果然传言不假 严刑明皱眉 严天路想阻止 但是已经来不及 小四子一惊 不过 那飞刀还没碰到小五 就见鞋子里 突然一个小小的黑色身影 窜了上来 一个还带点志气 不过中气十足的嗓音 喊了一句 哪个香火警 随着那一嗓子 那个身影落到桥头 飞起一脚将那把匕首 踢了出去 严天俊一皱眉 抬手接住自己 扔出去的飞镖 众人也是一惊 好快的身法 以及 等江湖人看清楚 都感觉诧异 就见桥头的栏杆上 站着个十来岁的小孩 一身黑衣 瘦高 小麦色皮肤 眉目俊朗 五官深刻 有些像外族 或者混血 那小孩一脚踹飞匕首 转身站定 一气呵成 且听声音 内力不低 这才几岁 这是谁家的孩子 在场江湖人不少 众人脑中 同时闪过的想法 几乎一样 这娃娃是练武的 好材料啊 小梁子 可算看几个 认识的人了 来的可不就是 小梁子 小梁子等姐姐们 煮完了饺子 就拿了两碗回来 准备和小四子 一起吃 可是到了屋里 发现一个人都不在 连小五都没在 于是小梁子 就找开了 这会儿 麋鹿的展昭 也被夭夭成功 带了回来 以及洗完澡 换完衣服的白玉堂 也风度翩翩的回来了 众人满院子一找 小四子丢了 白玉堂赶紧找人问 我刚才从外边回来 好像是看到小五 背着小四子跑出去了 太快了 我也没看清楚 还以为眼花 这下 展昭和白玉堂 可傻眼了 一想到公孙要是回来 发现儿子没了 估计要咬人 小梁子已经奔出去找了 展昭和白玉堂 也分头出门找 小梁子跑到城里 正找小四子呢 就听到小五一声唬笑 于是他就蹦上屋顶 窜过来了 萧梁也是被赵普带的 霸道又护短 再加上 他萧家祖传的狼袖 一见有人对着他家锦儿 扔飞刀 牙就滋出来了 你谁啊 要不要脸 这么大个人欺负小孩 严天俊言语不多 性格阴郁 今天二严公也是无望之灾 先是副公主对付老虎失手 再是二师兄 被个小孩踢了飞刀 要是不找回面子 以后看来是不用混了 此时 那些围观的百姓和江湖人 早就不管杂耍和彩头了 都看这边的热闹 酒楼里的江湖人 全部聚集到了窗边 都议论着 这俩孩子是谁 看着不是普通人家的小孩 然后那个黑衣服小鬼的 轻功好厉害 有些懂行的 就觉得小梁子 刚才抽水过来的那招 不是一尾渡江吗 这是要疯啊 什么小孩 竟然会这种轻功 小四子见小梁子 似乎是要跟人家打起来了 就拽了拽他一摆 小梁子 爹爹呢 我们去找爹爹去吧 小梁伸手摸小四子头 知道他刚醒可能糊涂了 就跟他解释 姐儿 我们到苏州了 先生和师父买药材去了 小四子倒是明白过来了 然后拉着小梁子的手 也从小五背上下来了 小梁子我们回去吧 哦 小梁拉着小四子 白了阎天俊一眼 那意思算你走运 阎天俊皱眉 而就在此时 另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中原人 众人寻声望去 就见在桥的另一头 围栏边靠着一个年轻人 此人一身淡紫色的长袍 外照白纱 二十多岁 样貌端正 就是脸稍稍有些长 下巴正中间 有一颗痣 在场江湖人都一惊 这是洛家寨的寨主 洛满金 洛家寨门派极大人也多 大宅位于洞庭西山 拥有太湖上近半的岛屿 势力庞大 洛满金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江湖地位很高 功夫好也有钱有势 就是听说性格诡异 他与仇天交情很好 竟然亲自道贺 可是给足了面子 言行明皱眉看着洛满金 四大门派之间关系都不好 洛满金自然不会为他们出头 添乱 倒是有可能 你刚刚那招轻功 谁教你的 洛满金靠着柱子 笑着问萧良 萧良子一挑眉 早前赵普用最糙的方法 教过他怎么分辨好人和坏人 概括一下就是 笑起来很顺眼的就是好人 笑起来很不顺眼的 多半是坏人 于是萧良很爽快的 将他化归为坏人 小四子见人越聚越多 就藏到萧良身后 众人都觉得有趣 这俩小孩一个文静乖巧 胆子还小 一个嚣张霸道谁都不怕 萧良挑眉看洛满金 洛满金挡着路 似乎是不想让他们走 这只黑虎也并非中原生的 莫非你们都是外族 小梁子别看冲 人可不傻 他知道那人是辽伯他说话的 想他自爆尸门什么的 小梁心中有数 他师父是赵普 赵普不是一般人 江湖人嘴巴最臭了 还喜欢传闲话 万一传赵虎的徒弟 带着老虎行凶什么的 给他师父添麻烦 小梁子也是跟欧阳他们 还有魔宫一众人混久了 滑得很 就对洛满金就一笑 我师父可厉害呢 说出来怕你瞎着 你功夫看着也就一般 哪个门派的 这小孩竟然说 洛满金功夫一般 可不就是一般了 我见的高手多了 天尊殷侯 你们见过没 洛满金呵呵呵的笑了三声 众人都替萧良捏把汗 认识洛满金的人都知道 他这么笑的时候 就是要使坏的时候 这洛满金也不能说是坏人 四大门派都是名门正派 但就是他性格怪异 大概是对萧良的师父 有些兴趣 洛满金觉得对方功夫应该很高 无缘无故跑来苏州府 最好是能引出来打探一下 可是就在众人摒弃宁神 等着下边怎么发展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声音悠悠传来 这苏州府就是热闹啊 还洋菜哪里好啊 有馆子推荐吗 想吃纹丝豆腐和蟹黄包 洋州炒饭和秦淮八珍也归苏州吗 众人都一愣 这声音哪来的 洛满金也是一皱眉 而与此同时 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了一个人 正溜溜答答走上桥 一身红衣一头黑发 年纪轻轻 样貌那个灵啊 跟这青天碧水一样灵 大眼睛猫嘴 含着笑 背着手 拿着把黑色的古剑 悠哉悠哉不紧不慢 洛满金看着来人就有些正愣 凉酒吐出一句 真是稀客 萧良瞄了一眼 晃悠上来的可不就是展昭吗 小四子更开心了 猫猫 多怪那耗子家里太大 拐弯太多 迷宫一样 展昭边伸手 摸小四子的脑袋边埋怨 萧良和小四子都望天 难怪不见人 原来又迷路了 楼上 江湖人也都盯着展昭手中的剑看 有认识他的 也有不认识他的 但是基本都认识这把剑 巨缺 所以 展昭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